古文不是不好,而是他的價值觀會有問題 有關於廉恥,他事實上是君主聖刺激的產物 現在是民主聖刺激 賀剛的這個古文爭議啊,您個人有什麼辦法? 我看現在有現在的制度,有關於廉恥,他事實上是君主聖刺激的產物 現在是民主聖刺激 民主聖是有民主聖的價值觀 所以你看現在我們的下一代都是大家互相尊重 然後知道天父年前我有基典權利,然後有言論自由,有結社自由 古文不是不好,而是他的價值觀會有問題 大家應該知道他離言辭是會發抖 這一個是什麼?儒家 儒家的核心價值三鋼五常 啊什麼叫三鋼五常? 就是君主聖刺激,副為子鋼,副為七鋼 那你想一想現在那個三鋼,他無形中就會影響到我們 為什麼最近才會有me too事件? 那個就是儒家思想,就是南尊領兵 因為副為七鋼嘛,南尊領兵 所以大家要知道儒家思想他有很多的對我們有幫助 比如說,萬般介入下屏,我有讀書糕 學我優卓士,那四季奔的世代之類 大家很努力讀書 儒家思想對我們的好處就是努力大家上進 但是他也有他的缺點 他的缺點就是,萬般介入下屏,我有讀書的 學我優卓士,士就變成世代之類 儒家思有階級的 李光耀先生曾經講過,就說 民主與人權是希望的博愛品不適合亞洲國家 因為照李光耀講的就是 他是在亞洲的文化圈市沒有辦法出現民主政治的 大家一定要了解,就是說 用儒家思想,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 他是沒有辦法產生民主政治 沒想到,他的一句廉恥為君主政治產物 引起不少人踏乏 國民黨台北市立委候選人羅志強在臉書直言 所以民進黨發明了無恥政治 而大票網友也湧入留言 貶得都能說成員的佩服 無恥之由 無恥之徒端坐高位,是台灣沉沦的主因 還是有人覺得無恥好 無恥至極 到底是多麼無恥的人,才能將無恥言論說得這麼理所當然 這些人三觀很有問題 國際笑話,超級國際大笑話,出神入化,超越趙高的指路為馬 真是觸目驚心的言論,居然是我們的立法院長說出來的 無恥是民進黨的招牌 終於了解了,他的意思就是,可以假借民主之名 貪污,沒有憐,外遇,不支持,為民主而悲呀 水牛兄的頭殼真的壞了,令人大開眼界 令人大開眼界 所以滿朝官員都是吃香喝辣,性騷擾,搞外遇,還不會感到羞恥 這個人早該消失了 太無恥了,這種話居然是前立法院長說出來的 民進黨到底還要多無恥,為了選舉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這由真敢說臉 台積電出走也是因為民主,多少罪惡假辱之名行之 所以滿朝官員都是吃香喝辣,性騷擾,搞外遇,還不會感到羞恥 原來政客心中無廉恥,難怪有小三可以升官,田中可以到處輔選 官署可以當泡房,八千含睡含早餐,六萬市北漂租房價 BMG可以當作沒事,詐騙集團房子開心租 錢賤四倍日本貨,小吃店可以標政府標案,穿黨衣上酒店 雞蛋過期沒關係,缺蛋缺口罩缺疫苗是家常,電子煙隨便抽,走私叫超買 缺公是因為民主社會,無恥也是因為民主 讓我們透過寡連賢恥來去中國話吧 民進黨立院黨魁游錫坤說廉恥是君主制度的產物 民主推翻了君主制度,所以民主也推翻了廉恥 難怪民進黨蔡主席的博士論文是假的 趙天玲,林振鴻婚外情,蕭美情雙重國籍參選副總統 民進黨無恥不再只是辱罵,必將成為一句成語 這傢伙在胡說八道什麼,民主政治就不需要廉恥 就是不知廉恥才會有那麼多metoo事件 跟男尊女背啥關係? 而此文《自由時報》亦將將其刪除 應該是怕會影響選情 而您有什麼看法?請在下面留言 至今 無論如何有種 概念 至深圳